歡迎您持續鎖定時點不一樣 先帶您直擊是珠海航展在今天登場了 其中最受注目的莫過於就是這一款殲35維的戰機 它展示了飛行能力 而地主中國大陸這一次平秀肌肉 就是要展現軍工能量 中國大陸第15屆珠海航展地主精銳進出 而頭號焦點非他莫屬 開啟後燃器 殲35戰機在眾人注目下加速爬升 解放軍第五代戰機陣容新鞋加入 是現在完成式 武漢的水泥航空母艦上面 已經有殲35 未來殲35應該會是 解放軍航空母艦的標準配備 雙發動機全逆中構型 預估將能配備對空對地對海 各型中國大陸製空射精準武器 儘管仍然不是艦載機版本 依然足以衝擊各界後續對中 軍力評估和軍武市場 海軍航空隊的規模其實跟美國海軍 規模是不太能相比 和一架飛機生產塑料如果做不到 大概100架左右的話 其實生產不到經濟規模 發展起來成本是很高的 如果能夠遵循像例如說F35模式 跟空軍使用一個共通的機體 只是在機體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些差異 在成本上面可以降低很多人 殲35戰機當初在研發的時候 主要就是艦載機 還有外貿戰機為主的話 這個時候未來殲35戰機 就可能會讓很多買不起 或是美國不賣F35戰機的國家 成為他的考慮的首選 不過美軍也不是光靠F35 就足以主導全球海權 如果說殲中共它的軍力發展 是以美國為最大的假想值的話 自然的就是美軍要有的東西 它盡量都要能有 其實美軍的航艦打擊群 他們對外作戰的時候 最大的戰力來自於空中的戰機 而這個空中的戰機往往能夠 克服置身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們的機體本身 伴隨時的電戰能力非常的強 中共飛沙艦載機系列衍生機種 兩架將部署於福建號航艦的 彈射型殲-15 和一間掛載電戰夾艙的殲-15D 藉著三機編隊衝場首次公開面試 不過當共軍未來的海上航空兵力 陣容更加全面 也代表著對台威脅 形態更多樣 當它的機隊接近到 對手的航空母艦打擊群的編隊 或者是接近台灣的附近的時候 它就已經可以提前的進行電子干擾 或者是電子反制 那當然也對我們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 性能展示靠動態操演 而無限延展的中國大陸 無人機宇宙 則藉著展區浮原遼闊 逐一呈現 外型類似有人腳的美軍全球鷹 新型九天無人機 模組化的任務艙和武器掛載電 能視不同需求 支援一般運輸或是作戰 後者就包括了施放小型無人機 而同樣首度亮相的 除了雙尾線後繼機種 和能逆中的彩虹漆 虎金無人作戰艇更是備受矚目 如果說要是採用空中 對海上目標進行打擊 或者甚至是突擊中共的 這種海上的高價值目標 例如說兩棲突擊艦 或者航空母艦等等 可能就會遭遇到這種逆中的 這種無人艦的防空系統的攻擊 而中共自豪的虹漆防空系統 也推陳初心 射程號稱 160公里的16F1 事隔兩年再度亮相之外 官方大力宣傳的紅旗19 更是標榜能游刃有餘的 應付戰術彈道飛彈 被視為對著包括海馬斯 在內的美系軍備隔空校正 加上中俄三款第五代戰機 史上頭一遭同場鎮豔舉世關注 打開錄製軍備 市場能見度主軸背後 不無宣誓目的 在俄污投入之後 它的各種武器裝備 就沒有辦法 再到世界各國的各大行長去展出 還沒有把它列為敵對 或是武器禁運或是禁止 受購的這些國家 也算是開一個消購的窗口 它這個限制裝備再次展示 當然也有讓區域內的這些國家 可以就近觀察中國大陸軍事 科技開展或開發的這樣的情況 積極拓展外貿銷售櫥窗之際 也同時能夠展現它的努力 在地緣政治情勢變化中 東亞代表性的航空展演之一 在軍迷搶看熱鬧之際 商家看門道 而我國更需要從中反思 應對之道 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之前 俄烏狀況未定之際 澤勒斯基現在證實了 說俄軍集結了五萬大兵 要猛攻奪回庫斯克 而這當中還包含了北韓的部隊 甚至他們炸毀了 烏東前線的一座水拔 俄羅斯士兵鬼鬼祟祟 想穿越庫斯克地區的普塞爾河 不過一舉一動早被看光 烏軍第129國土大隊 從空中掌握行蹤 瞄準攻擊 這段畫面也顯示 俄軍這波反擊失敗收場 另一邊 烏克蘭第95空降突擊率 也目睹類似的過程 畫面中一輛輛俄國軍車 再度盲目往前開 最後當然是重演相同命運 畫面拍下水邊的道路 俄國軍車又被當靶心瞄準 逼得士兵狼狽爬行跳進水洲 算一算烏克蘭攻入庫斯克州 已經整整三個多月 俄羅斯直到最近才開始增兵到庫斯克 阻擋烏克蘭進攻 俄國派出五萬大軍 想要收復失土 不過當地的居民早已不耐煩 自拍影片向普清喊話 目前還不確定這波五萬士兵中包含多少的北韓士兵 但敏感時間北韓官媒公布這個消息 金正恩正式批准與俄羅斯的共同防禦條約 北韓部隊可以名正言順加入俄污戰局 北韓部隊可以名正言順加入俄污戰局 北韓兵十元增添戰場的變數 另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还是川普上任后的立场 选前曾夸口能24小时停战的川普 其实并未把话说死 不料他的长子小唐纳 又在IG限动讽刺 泽伦斯基津贴倒数38天 暗示可能停止队伍援助 究竟川普未来会怎么做 俄罗斯民众也很好奇 俄罗斯同一时间加强锁定 乌克兰民宅攻击 11号这天南部尼古拉耶夫 中部的克利 普洛市 以及东南部的扎波罗热 都有住宅高楼背后 乌克兰人又怎能轻易原谅 乌克兰还在家庭训练新动员来的士兵 演练项目包含 突击 俄军战壕 当中还设计出遭遇敌军 无人机在空中盘旋 若真的碰上该如何协调通报 反无人机小组也可以一并得到练习 乌克兰美体报道 新版本特训加倍射击弹药的练习数 训练的时间也在拉长 就是要确保士兵们能应付更多战场状况 俄罗热 俄罗热之间 前一天才各自展开最大规模 无人机攻击 乌克兰当局再指控俄罗斯 空袭盾内刺客前线附近的一座水坝 地涅博罗地区沃夫恰合附近水位 持续上升 接下来可能有淹水危机 别新闻 中文报道 房贷的压力是不是令你也喘不过气呢 这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美国 通膨虽然说稍稍的趋缓 但是房贷的利率还是很高 甚至是20年来的新高 外界更预期在川普上任之后 高关税恐怕还会推升房价 前美国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 在退伍军人节这天 当起披萨外送员 来到退伍军人社区与大家同欢 也为他们打抱不平 近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被爆出多年来偷偷出售 用来盖退伍军人住宅的土地给私人机构 遭判定违法被法院勒令终止所有非法使用协议 加盖1800套住房 解决退役军人 住房极度短缺问题 有研究显示因为无家可归退役老兵 伤亡比例有过高情形 另外为了保障老兵居住权益 政府还提供超优惠贷款利率 可惜的是一般人享受不到这项福利 房贷利率创20年新高 物件稀缺也让房价居高不下 根据统计上个月全美房价中位数约合1200万台币 比去年同期还高3.1% 首购族降到剩24% 同样创新低 近几年一项叫做可承担抵押贷款的方式 则引起房市关注 可承担抵押贷款因为太罕见 不容易申请 房子买家抵押贷款 也得是向退伍军人房贷的政府承担贷款 但买房者能用较低的房贷利率减便宜 此外要想压低房价 就得多盖房子减少需求 不过即将上任的川普新政府 可能增加建造成本 反倒推升价格 关税让建材等进口货物变贵 通膨难以降温 联组会到时又得升息 房贷更高 恐怕是恶性循环 专家也指出 川普想降低通膨和减税 但过多减税 反而推升通膨 大规模驱逐外来移工劳动力 也会导致物价上涨 面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还是很糟 不少消费者决定及时行了 花大钱shopping 让自己或亲友享受 尤其感恩节和耶诞节快来临 在目前通膨有放缓迹象时 今年假期消费额有望创新高 与房市忧心情绪成对比 投资市场从川普当选后这几天则是打得火热 比特币也首次涨破8万6000美元大关 不过川普关税政策推动美元需求强劲 反而下跌黄金现货价格幅度达2.5% 显示避险资产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有所下滑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到南韩旅游很流行就是要跑咖 但是对当地人来说 要喝这一杯咖啡恐怕都成了负担 当然还是跟通膨是有关系的 高物价就连咖啡的价格也全面调涨 出现了咖啡通膨 连锁咖啡品牌在南韩接连涨价 Starbucks中杯涨300韩元 大杯涨600韩元 其他的平价品牌也更进调涨 南韩最大的集容咖啡品牌 宣布15号起咖啡包等产品售价 平均调高8.9% 而根据韩国的市场调查 超过7成3的民众认为 现在喝杯咖啡都是奢侈 市售咖啡价格高出消费者预期10% 甚至超过1000韩元 约高出23块多台币 还有油价连续四周上涨 在11月第一周 南韩全国加油站 切油平均售价每公升来到1613.3韩元 比前一周增加13.1韩元 约一周涨了0.3台币 各种物价上涨后 以及低率环境 南韩的家庭贷款成长幅度 在9月下滑后 10月再度扩大 增加了2.7兆韩元 等于620多亿台币的增加负债 令南韩政府担心 家庭债务过高会排挤消费 上涨今年的秋季服装 明显卖不动 南韩的服装业界分析 除了异常高温 导致秋冬大衣销售放缓 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低迷 令民众的消费信心下滑 反应消费的零售销售额指数 已经连续10个季度下跌 南韩国家统计局 11日公布最新数据 今年第三季度7到9月 全国零售额比去年下滑1.9% 内需不振 店家赚不到钱 首尔出现餐厅倒闭潮 不少店家挂出求租告示 虽然南韩的通膨问题已经放缓 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稳定在1%左右 但是南韩的消费者信心下滑 内需低迷 专家呼吁政府要有刺激措施 先前超过1万韩元的大白菜 价格回落 在超市的泡菜食材区 人手一抓就是两三颗以上的大白菜 原价一颗8320韩元 扣着政府的折扣促销 变成每颗2800韩元 令婆妈们蜂拥而至 政治秋季是南韩国民美食 新奇的制作季节 南韩政府集中供应 24000吨的大白菜 和9100吨白萝卜 释放大蒜等调味蔬菜的储备量 稳定民生消费 平年白粥价格和比较 2.5%更低 另外有超商 正对大学周遭推出现实优惠 原价5000人韩元 约120台币的便当 只要1000韩元不到30台币 收到学生族群排队抢购 现在1万韩元约230台币 很难在南韩好好吃一餐 隐习院政府面的整体社会 高通膨危机 试图品硬物价 还喊出年金改革刺激生育率 才能面对看不见镜头的 内需消费低迷 提北新闻组合报道 不及时视频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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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